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许下承诺 如果达到这个承诺的话 经济再继续好转 那么恐怕川普2020年连任就可能不成问题了 但是川普烦心的事每天都少不了 那么最近有将近200个美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联名控告川普 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在法院被受理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案子呢 这198个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说 川普现在收受了外国人的薪酬 你听起来很奇怪 美国总统收受了外国人的薪酬 无论是哪个外国人付了薪酬给这个川普总统 你都可以想象川普将会为这个外国政府效忠 那么川普是从哪里收受了外国的薪酬呢 原来川普上台之后 他的生意就全部交给了某一个机构去帮他管理 那么川普跟这些生意没有关系了 但是川普还是这些生意的拥有人 那么所以川普在这个美国各地 有很多这个酒店啊 高尔夫球俱乐部啊等等 那么这些酒店跟高尔夫球俱乐部啊就难免有外国人去入住啊或者打球 那么所以有外国人的这个金钱进入了这些川普的商业系统 所以于是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就用了这样一个逻辑 你看外国人到了你的酒店交钱给你 那么你收了外国人的钱 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合理还是荒唐 我想你有你的判断 但是无论如何说法官觉得这个逻辑是合理的 现在法官已经把这个案子受理下来了 那么你要问修杰怎么看 其实很简单 在美国对总统上任之后跟他的财产如何分割 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那么如果川普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在他准备上任的时候 他身边这些法律顾问 这些政治顾问连川普的财产都没处理好 那么我想不但是川普这个总统不用当了 他的内阁 他的整个团队都可以不用了 那么民主党这次的这个诉讼 修杰哥人认为对川普又是一个新的骚扰 但是你试图用这个东西把川普这个送进监狱 对他进行弹劾 我想是白日做梦 那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他个人的财产是怎么样状况呢 一句话非常凄惨 因为最近富比斯有一个富豪的新的名单出炉了 川普总统跌出了美国400大富豪这个名单之外 因为他个人的财富缩减了13亿美金 那么这就是当总统的下场 虽然你的生意交给了一些专门的机构 去帮你管理或者交给你的家人去管理 但是他们管理跟你管理就是不一样 那么所以川普现在已经离开了美国400大富豪榜 那么你说川普当总统是他的个人财富增加了呢 还是减少呢 我们来看看这些专业机构的这个评判 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讲到财富 最近另外一个财富话题也引起了我们华人的关注 那么据说美国现在正在准备进行移民改革 移民改革的其中有一项就是 如果你拿了美国的福利 那么你可能就拿不到美国绿卡 拿到美国绿卡你也拿不到美国的护照 那么这个消息令很多华人忧心忡忡 到底会不会这样呢 最近美国移民局的局长希斯娜 就出来解释了未来移民改革 关于财富方面的一些想法 那么原来现在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 这个移民改革当中 有对这个领取福利有一定的规定 那么但是是不是说领了福利 就不能拿绿卡 不能拿美国公民呢 秀杰个人认为 如果川普实施这样一个移民政策的话 那么川普政府可以说 在美国的移民政策上 就犯了一个大的错误 我们想象一下移民 现在有很多方式 在移民改革没有到来之前 最起码链式移民还在 链式移民就是很多到美国 落下脚跟的人 拿到绿卡拿到身份之后 会把自己的父母接到美国来 那么这些在园居地来的这些老人家 来到美国最起码有两条 第一条他们的劳动力十分低下了 因为年纪偏大了 第二他们对这个语言的熟悉 对环境的熟悉十分弱 那么如果这些人在美国未来 拿了某些福利 就不能加入美国籍的话 这是赤裸裸的财产歧视 那么我们说在美国 现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压力非常大 我们别的不说 就拿这个健保来说 健保的费用 现在很多中产阶级都承受不了 这个题目休节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 那么再加上川普上台之后 许诺说在2018年的7月 美国的药物价格就会下降 现在药物价格不但没有下降 还大量的这个上升 那么川普啊 这个许诺没有达成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民众的这个医疗压力 医疗费用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么如果领取了很多福利当中 包括某些医疗福利 就不能拿到美国的绿卡 不能加入美国籍的话 那么这是极端不合理的 所以啊现在这个联邦移民局局长 西斯纳告诉大家说 现在新的移民改革某些条款 关于福利的条款 正在征询公众意见 那么现报这两天会刊登 我也希望我们的华裔民众 在现报上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么因为啊 移民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移民应该享受什么福利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休节举个例子说 难道拿绿卡的人 跟拿美国护照的人交的税不一样吗 如果一样的话 为什么拿护照的人 能够享受某些福利 而拿绿卡的人 却不能享受某些福利呢 这个社会应该是平等的 大家交了同样比例的税 就应该享受同样的福利 拿了绿卡 有些人在某个时间段 可能生活紧迫 要领取一些社会福利 来支撑度过那个艰难的这个过程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能实现 他们加入美国公民的这个目标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移民改革 就是十分不合理的 当然讲到这个美国的福利 现在确实有滥用的情况 但是这种滥用 未必发生在新移民这个群体 那么最近美国的福尔里达州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闻 有一个小酒吧 这个小酒吧 你可以拿粮食券去换东西 换什么呢 可以换这个看跳托衣物 多少钱粮食券可以看一次托衣物呢 据说是2000元粮食券 可以看一次托衣物 除了托衣物之外 你还可以拿粮食券去换毒品 那么联邦的卧底 联邦的特工进入这个小酒吧之后 用一个粮食券拥有者身份 用2004块钱粮食券就换到了毒品 那么现在这个酒吧 已经被永久的关闭了 那么据美国相关部门的公布 从2012年到2014年 用粮食券去换取这种非法的利益的金额 达到多少呢 猜猜看是10亿美元以上 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 现在美国确实有烂领福利 冒领福利这样的状况 但是这跟新移民是没有等号的 那么所以今后美国的移民改革 那么如果要把领取福利 划成一个等号 那么修杰就觉得十分不合理了 但是滥发福利 滥领福利这种情况 在美国很普遍 那么政府应不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打击 修杰个人认为非常应该 其实讲到滥用福利 也就是滥用我们纳税人的金钱 远远不止在社会福利这一块 我们来看看 最近旧金山通过了法令AB186 要在我们旧金山市 设置很多所谓的清洁注射站 这些清洁注射站 就是给那些引君子 有一个安全的注射毒品的地方 那么如果这些清洁站真是建成的话 会要花什么呢 首先他要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去建这个清洁站 那么据说这个清洁站里面 还有义工还有医护人员 来帮助这些引君子注射毒品 那么这些医护人员 这些义工的钱哪里来 当然还是从我们纳税人的口袋里面掏 那么所以除了滥领社会福利之外 这种极左的这种极端自由化的 所谓的福利政策 也是滥用了我们纳税人的钱 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幸好我们加州州长布朗 最近否决了这个AB186提案 也就是说这个提案 虽然在加州的众议院参议院都通过了 但是因为布朗不签署 那么这个提案就没有办法实施 我们感谢布朗州长 为加州民众做一件好事 布朗州长的良知跟良心 比我想象的要多一点 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他 讲到良心跟良知 那我们又要提到在上个礼拜五 大法官卡瓦诺的这个听证会 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 福特教授指控卡瓦诺 对他进行了性侵 那么我想大家也有关注到这个新闻 在这个听证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大家看电视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福特教授指控卡瓦诺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疑点跟漏洞 那么在听证会上向他提问 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女检察官 这位女检察官专门擅长办这种性侵的案件 这位女检察官在听证会结束之后 她用法律角度告诉公众 福特教授对卡瓦诺的指控疑点太多 这种指控完全不可能成立一个刑事案件调查 那么女检察官这番话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在这个听证会上我们也看到了 福特教授指控卡瓦诺对他在三十几年前进行了性侵 福特教授除了记得卡瓦诺在三十几年前对他性侵之外 其他一概都不记得了 发生地点在哪里 是哪一栋建筑物 当时现场还有谁 具体的是哪一天福特教授一概不记得 福特教授还用他心理学的专业领域非常贴心地向医员们解释了 为什么他只记得性侵他的是卡瓦诺 其他都不记得了 无论福特教授怎么说 法律是要讲求证据的 最近有四位加州的牙医也经历了跟卡瓦诺同样遭遇 这四位牙医其中有三个是亲兄弟 这四个人跑到拉什维加斯度假 但是度假度出了货 有一位女生声称 这四个人趁他醉酒的时候 在一个套房里面把他轮奸了 于是这四位牙医就被逮捕了 逮捕完之后 幸好这四位牙医 当时有他们整个拉什维加斯过程的一些证据 跟一些录影片段 那么证明那位醉酒的女性对他们是诬告 这四位牙医终于还了清白 那么这四位牙医在还了清白之后 他们发表了一些声明 这个声明 修杰觉得大家值得去看一下 这四位牙医说 女性的声音值得我们倾听 特别是那种声称自己受到性侵害的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有些人为了个人的目的 为了一些恶毒的目的 对其他人进行了诬告 在MeToo运动兴起的今天 我们更加应该非常清晰的来判断 这些指控是真是假的 美国是一个讲求法律的国家 我们美国法律的这个法律基础 是做无罪推断 那么在性侵案件里面也同样一样 卡宝诺的这个性侵指控 我想也一样 我们知道在美国无罪推断 疑点利益规疑被告 这是司法系统 行之有效的一个准则 那么今天为什么卡瓦诺 在国会的听证会上 福特教授用这个漏洞摆出的这个指控 来对卡瓦诺进行一个攻击 那么这么多人会相信呢 所以卡瓦诺这次性侵案 虽然现在很快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联邦调查局对这个卡瓦诺性侵案的 所谓的调查 其实大家要知道并不是刑事调查 这只是一个背景调查 如此而已 这个背景调查也是应共和党内部的一个参议员 弗莱克的要求 弗莱克在这次司法委员会投票赞成卡瓦诺 作为大法官的11个人当中 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因为他的态度比较摇摆 那么他就成为了共和党内部一个 很容易攻破的一个环节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党的议员 以及民主党支持者 把这个弗莱克作为一个重点攻击的目标 希望弗莱克在今后的全院表决当中 投下反对票 那么所以弗莱克要求川普总统 重启对卡瓦诺的背景调查 而不是刑事调查 那么这个礼拜背景调查很快就结束了 修杰相信很快卡瓦诺的担任大法官 这个全院的听证会如其举行 那么至于到时候投票结果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那么但是修杰个人 对这个投票结果是持这个乐观态度的 因为这次福特教授指控卡瓦诺这整个过程 让美国很多公众看到了 民主党为了不让卡瓦诺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所用尽的一切手段 这些手段会让美国选民 今后在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 决定了他们投票的方向 好 在这一段节目的最后 我们又想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贸易问题 那么我们刚讲了 北美的新的自贸协定已经谈成了 那么很可能会签订 那么美国跟台湾的这个贸易协定 最近又有台湾岛内的政治人物提出来 那么再加上台湾最近马上就要进行 这个县市长选举了 那么自贸协定跟县市长选举之间 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在休息过后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两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 再见